在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time ago 那什么时候 那是在想当年我是高中学校出来的时候 到处找工作 天天想着找一个好工作 踏踏实实工作 升职加薪 然后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那时候刚刚学校出来 那时候就天天做着这个梦 有一次呢 我是面试到什么地方了 一看百度在招人了 那时候是百度公司 那时候正好是百度公司 应该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那时候在北京 北四环那边有一个百度大厦 跑到那地方去面试 准备了资料 然后去排队面试的人 好多好多呀 然后我一看那些 那里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个帅男靓女 就连前台的工作人员 都长得都特别漂亮 我特别的有印象 青春靓丽 然后呢好多面试的 我在地理费简历排队排了半天 然后简单聊了几句 然后好你回去等消息吧 然后我就知道这凉了又凉了 因为啊咱长得也不漂亮 跟那些百度公司的人比是吧 然后工作经验呢 当时刚刚出学校 工作经验也不足 毫无意外的就就落榜了 就没有应聘上 然后呢后来也是应聘了很多家公司嘛 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 今天就来说这个关于这个中国互联网的话题啊 那时候呢 童年吧那也是淘宝网最火的时候 淘宝网刚上线吧那时候是刚上线没多长时间 也是特别的火特别的火 然后那时候也是搞学技术 你出身吗 也是想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这些大公司啊 哪有机会去能进去啊 包括腾讯啊 腾讯的招聘呢 我也去了 腾讯那时候想了 能进这些公司 哪怕在里面扫力都行 从头做起从低做起 扫力都行 结果人家不要你 自己的水平跟能力呢 也确实有限确实需要一个更加学习的过程 后来吧 在玩互联网的时候吧 也是逐渐的发现 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好像有点问题 怎么国外的一些网站都是不好登呢 那时候还有什么Facebook是吧 然后连着连着就上不去了 有时候能上 有时候上不了 有时候还有什么更改一些系统的文件 参数才能上 然后那时候才逐渐开始了解了这么一个 翻墙这么一个概念 VPN这么一个概念 这样看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今天天阴阳下雨啊 那时候第一次翻墙是用什么软件呢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自由门软件 那时候法兰功吧 一天到晚呢 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啊 网络渠道啊 在做宣传说什么老公做话事啊 要三退保平安呢 什么那时候天天轰炸我 然后我也来个三退吧 我不是练法兰功 但是呢 他们给我发了那个自由门的软件 确实很好用 自由门的软件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通过自由门的软件去登外网 那时候呢也没有女朋友 钱挣的少 人长得又不帅 又不会哄女孩的开心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情商也低 是吧 经常登外网去登录一些小电影网站 那时候是吧 去看到些东西 你懂的细节就不了了 逐渐逐渐呢 才有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互联网是封锁的 是封闭的 那时候才知道了有一个概念啊 中国的互联网就是一个局域网 虽然说当时在更广泛上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我就感觉怎么中国这个互联网 它不就是提上一个自由共享那么一个精神吗 怎么外网登不上去呢 然后逐渐逐渐的才发现外网是有许多信息啊 都是特别的反动 特别的敏感 不能够让内地人知道的网站 所以说必须要建立起这么一个防火墙 来防止内地的人们去外网去了解真相 然后这也是等于给这些国内这些互联网企业 给了他们一个黄金的发展期发展阶段 就等于说是为了一个猪圈 让这些猪在这里面好好吃 吃的肥肥的壮壮的 你要是真的把这些什么所谓的百度啊 阿里巴巴啊什么腾讯啊 你放开手你跟国外的什么推特啊 Facebook啊 YouTube啊 谷歌也跟他们竞争竞争得过人家吗 技术经验都是都是从都是人家那边的 你怎么去竞争过人家 国内那些网站都是抄袭啊 什么谷歌抄百度抄谷歌 还有什么阿里巴巴是抄也是抄 反正包括都是抄了 美团什么都是抄了 都是抄别人的 抄袭大王不就是腾讯吗 以前我还玩什么联中棋牌 联中棋牌没玩多长时间就就没了 就变成了腾讯的这种这种对战平台了 这都是抄袭了 然后就是把别人搞的就是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这是中国互联网这么一个现状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了解的越多吧 对这种这个世界这个产生的怀疑就越多 就是说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 那么就就要持续不断的去翻墙 早几年还有一个特别火 叫一个什么事呢 所谓的什么互联网行业的盛会 乌镇大会 那都是互联网界的巨头 一顿饭 那都是什么 就价值几千亿 那都是价值万亿富豪 过来聚会 现在也是越来越人越少了 我就看昨天的照片 就两个人丁磊跟李彦宏 是吧 就这两个人来参加 想打麻将都凑不着一桌了 对立主也凑不着一桌了 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你要看那些人都干了什么 有很多都是犯事了被抓了 有的也是老实了 马云你看也是 也是在公司里面成立党支部了 逐渐的都沦为国有企业了 你说所谓这种互联网公司 他的就朝气 已经是没有了 现在中国已经是完全的 中国局域网完全的沦为了一种彻彻底底的局域网 彻底的跟外界要分开了 你说这个贸易战 为什么说要进行一些结构性改革 一定要打破互联网 因为只要强一倒 互联网这道强一倒 老百姓他要是出来能够自由的上谷歌上youtube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是用不着咱们启蒙了 咱们还起个屁蒙 启蒙有个卵用 让他们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看真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样的话 那现在什么什么谷歌阿里巴巴 像那些百度 没有谷歌是说差了 像国内的那些企业 那还有活路吗 强一倒的话 那些功夫也得跟着倒 或者说他们必须得做出一些相应的改革措施 不然的话就生存不了了 根本就没法跟他们竞争 你看像这些国外的这些软件 你不管说 不管说是什么 Telegram 还是WhatsApp 还是什么推特 Facebook YouTube 他们都有他的一些特点在里面 都有他的差异性在里面 他们完全可以取代国内的那些软件 如果说强倒了的话 让这些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跟国外的互联网公司 来一个正面交锋 真正的竞争较量 根本拼不过人家 等着他的只有倒闭 你说我现在使用这些社交媒体软件 国内的基本上是很少用了 微信也就是老朋友做一下沟通 什么一些深刻的话题 深入的话题 根本就不在微信聊 因为你在微信你是裸奔的 你聊什么话题都是裸奔的 裸奔什么意思 你知道吧 就是有人在监控的 所以说我都推荐别人用Telegram Telegram是最安全的通讯软件 还有那种加密聊天都可以 还有什么包括WhatsApp 我聊了也不是很多 聊的最多就是Telegram 最安全 所以说国内互联网企业 它已经是沦为一种作恶的工具了 以前谷歌它的价值观就是不作恶 起码它尽量的不作恶 有时候它也要保障一些什么言论自由 是吧 它有些话题也是不方便删除 但是谷歌这一点它是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国内那些各大网络巨头网络公司 它们都变成了一种作恶的工具 你搜什么信息 你想找的信息全部都是政府希望你看到的信息 你比方说说要搜什么法轮功这三个字 那你是看不着好的 以前我在国内的微信公众平台写文章的时候 我还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抱着一种启蒙的态度 以我有限的认知 有限的知识储备 尽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做一些温和的启蒙 那时候我也认识一些体制内的一些人 也是当官了 他们也赞成启蒙 他们也在说着老公的坏话 他们也希望改变现状 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就是给我带节奏 希望我能够以一种就是说不激烈的方式 去启蒙老百姓 他们也是一个改良派 我其实我对他我还是挺感激的一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挺好一个人 但是写着写着吧 在公众号上就不让你写了 敏感词越来越多 到处都是祭典 一碰就高潮 动不动就删文章 动不动就404 动不动就封号 封了我好几个号 然后这个没法写了 真的没法写了 就是写到最后把这个尺度就是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你想表达的 本来我最初我的心态还是一个改良派 早几年前的我是一个改良派 我认为中国如果说能够进行深度改革 那是一个好事情 像那些老共曾经做过的恶是吧 也可以适当的去去原谅一下 如果说他们在改良过程中 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我觉得应该去大赦 当年的那些什么既得利益者 如果说他们能在改良中能够起到记忆作用 那么应该去大赦 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那是我早几年的想法 后来在写文章的时候 写着写着就发现 这个路子走不通 这个路子真的走不通 你想走改良路线真的走不通 就像晚庆一样 刚开始也是想改良改良 宪政改革宪政改革 真的是宪政改革 那个瓷血他们都想改 当时晚庆的时候 瓷血都想主动的推进这个现象改革 这么改不动 到底我还不是一声武商起义 一声炮响 结果结束了这么一个晚庆的这么一个体制 是吧 这么一个皇权社会 当年我早几年前我在公众号写文章的时候 我也是抱着一个改良派的思想想法初衷去做启蒙 希望老百姓能够逐渐的能够能够能够醒悟 能够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么一个现状 我也希望能够改感动改变那些那些当权派吧 但是自己的能力实在是有限 就那点粉丝 你改变着谁啊 谁都改变不了 除非是别人主都愿意醒来 而且像特别是腾讯 他是主动的去积极的去维护作恶 像那些有些那些跪舔的文章 那是月楼量真的是破百万 我要是称松共产党 以我这有限的文笔有限的学识 我要是去搞那种跪舔路线 我现在我可能早就赚了几百万了 多的不敢说几百万是能赚的 但是咱不走那个路线 咱只要那个钱是昧着良心赚钱 咱不赚这个钱 结果呢 你就是说想本着自己的一个一个初衷 去写文章 结果这个路子就越写越窄越写越没法写 结果呢 就干脆他妈不写了 去油管混了 哎 所以说呢 才来到油管 所以说也是对国内这个体制 也是彻底的死心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像腾讯这种企业 就彻底的沦为了这种体制的帮凶 彻底的去作恶 他也输出不了什么好的价值观 你看腾讯他也是为了赚钱 以前QQ时代就卖各种皮肤冲会员 是吧 就抄袭各种各样的游戏产品 然后是吧 就是总是不输出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呢 还为了维护这种体制去作恶 这是腾讯他给我 就是我对他的这种印象就是这样 所以说腾讯要是倒了我也开心啊 关于莆天系医院大家都知道吧 那还是因为魏泽西 魏泽西事件 他是在生病了 在网上搜索医院 在百度上一搜 搜出来一家莆天系 结果命就搭进去了 这也让这个莆天系 这三个字真的是大白于天下 曝光于天下 让大家知道呀 这个不光有这个 莆田那边不光有造假鞋 还有假医院 那假东西也都是特别的多 这个互联网真的是流入一种作恶的工具了 你在百度你打开是吧 那第一页里边 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广告居多 都是一些商家投入的广告 你看到的都是这个 还有在百度像什么 呃贴吧 什么特别是那些致病的那些贴吧 都是都成为官方的了 本来这个贴吧呀 它是网友自发就是组织起来的形成 形成的一种论坛交流 结果现在也是流入一种商业的这么一个工具了 这就是那个百度它干的事情啊 你看像那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说实话 一方面呢 它卖东西卖的很便宜 呃 另一方面呢 假货特别多 我以前我在网上买一些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什么英语教材 结果买过来之后呢 发现那个纸的质量特别薄特别烂 然后我还投诉 我还写差评 淘宝网上它还是对国内的实体企业 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以前我跑业务吧 我经常去见客户 经常第一句话就是问 这些事情怎么样 结果他们第一句话就是抱怨 生意没法做了 全被淘宝抢了 那些进店的客人嘛 先在店里边看产品看型号 哎 然后在淘宝上再去选款式 然后就在淘宝上买了 没得赚了 要不然就是拿淘宝的价格来给我讨价还价 淘宝的价格我哪能跟他竞争呀 我这边我还得包安装 我还得送我上门 我还有人工工资 我还得油钱 是吧 我都要负的 结果你在淘宝上买了 这些钱都省了呀 淘宝的价格我怎么能给呀 人家就去淘宝买了 所以说这个淘宝 就是它是对这种实体的企业太冲击太大了 方方面面全方面的去去去去去影响 这种实体经济的发展 而且也没有经过一些合理科学的管控 就造成了中国一部分啊 就是造成了中国这种经济的现状啊 大面积关店导电啊 这个而且房地产呢 那些他们的那些做生意的 租金又特别贵 租金又不降 所以说这些民营企业呀 民营小生意的呀 都是特别的痛苦做生意 你看买的好东西 便宜的东西确实不那个 还有什么团购网站 拼多多 有人在拼多多花100块钱 能买这么一大包东西 拼多多 但是你买的那些东西有用吗 好用吗 实用吗 是中国互联网 你说在这一块都是靠人的 靠人的比较多 在国外呢 你会发现 其实你在国外待时间长了 你发现 国外的那些软件用多了 像谷歌用多了 像什么whatsapp telegram 像那种youtuber用多了 你国内那些软件你都不用了 什么百度搜索了 什么爱奇艺优酷了 微信了 你都不想用了 就是说你逐渐能够感觉到这些 真正的这些企业 这些国际型企业 他们那种软件 带给你来的这么一个便利性的好处 国内的那些互联网公司 已经沦为一种作恶的工具了 墙一倒 他们就挺难生存的 我觉得以后 至于这个墙什么时候倒 我觉得算是快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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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